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现在是2023年7月3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首先来看来自经济学人的消息 6月24日 叶夫根尼、普里哥金率领的马格纳集团叛军逼近莫斯科 虽然北京一言不发 但是这引起了中国的密切关注 在短暂的24小时内 这场叛乱就被平息 但这暴露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权力体系的脆弱性 尽管中国在直接影响其庞大邻国内部战斗结果方面的手段有限 但中国将尽其所能 包括努力维持俄罗斯经济的正常运转 以防止革命在那里扎根 让普京留在克里姆林宫 或者至少是一个同样反美 对中国友好的领导人 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 对于不可预测的俄罗斯最好保持警惕 1991年8月 一群高层人士企图在莫斯科夺取政权 拯救苏联 软禁戈尔巴乔夫 并召集军队前往首都 当时 中国急于与政变者建立联系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 拜访了政变者中的官方领导人 根纳纪亚纳耶夫 并祝贺他夺取政权 然而 仅仅两天之后 这场试图为苏维埃政权助生机的绝望 尝试就以失败告终 政变者被捕 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国官方 对瓦格纳事件的反应如此温和 在叛乱明确结束后的6月25日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 鲁坚科获准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面 正好在北京进行他先前计划的访问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宣读 秦刚表示支持维护俄罗斯的稳定 随后 两国政府的互动继续进行 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讨论联合导弹防御问题 俄罗斯副总理访问北京 讨论工业合作 这对于正面临西方严厉制裁的莫斯科来说非常迫切 更广泛的战略问题是 中国会继续以目前对克里姆林宫提供隐形支持的方式行事 还是会对去年宣布的无限制伙伴关系感到后悔 并促使中国保持距离 如果迄今为止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态度是一个指导 那么中国政府不会撤回对普京的支持 甚至可能增加支持 以维持他的政权 中国并没有对其伙伴日益软弱 或普京政权不可预测的诡计事不见 中国的俄罗斯观察家指责普京建立了一个不稳定的体系 侵蚀了中央政府对枪支的控制 习近平意识到俄罗斯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 以及俄罗斯在中国战略上带来的问题 尤其是普京没有向习近平传达他入侵乌克兰的决定 尽管他几周前在北京冬奥会上见过习近平 尽管中国表示支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国际准则 但从未批评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领土的侵略和吞并 事实上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伙伴关系有了很大提升 去年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30% 达到了超过1900亿美元 这种支持水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身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多年来处于最糟糕的状态 在习近平看来 只有中国的让步才能让华盛顿的领导人满意 如果中国背叛普京 美国将利用这一机会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 此外 普京政权的垮台并被一个反华政府取代是习近平的噩梦 这将使中国在战略上被包围 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为中国提供了一些本来可能缺乏的东西 中国与美国领导的联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寻求合作伙伴 俄罗斯不仅对美国非常敌视 而且提供了中国在与美国竞争中所需的许多要素 包括庞大的核武库 虽然有所退化 但仍相当可观的常规能力 这需要美国在欧洲投入巨资以进行威慑 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发言权 以及以大幅折扣向中国供应自然资源的能力 乌克兰战争正在逐渐将俄罗斯变成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 因为普京的政权通过向北京出售更多自然资源 进口中国技术 以及使用人民币结算贸易和管理汇率 能够在战争和制裁的艰难环境中幸存下来 现在与普京保持距离将是中国 失去巩固其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角色的机会 并可能为民主 亲西方的邻国政府的混乱或崛起铺平道路 目前来看 普京似乎仍然稳固地掌握着权力 中国将部分放心 因为他正在采取措施修复受损的局面 通过精心策划公众和精英支持的示威活动 并镇压军队中的瓦格纳集团同情者 由于中俄关系取决于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良好关系 高层互动可能会继续下去 如果普京面临另一次政变企图 中国没有直接帮助他的手段 中国能够做的是确保俄罗斯不会因经济衰退 或乌克兰失败而被推向革命的边缘 为此 贸易将继续进行 包括向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技术出口 另一个支持渠道是出口新的高科技压制工具 例如先进的监视系统 这方面的努力正在增加 通过出售这些系统 特别是通过贸易和获得人民币来支持普京政权 中国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前所未有 北京的希望是 这将使俄罗斯继续走上目前的自我削弱之路 普京不会永远存在 瓦格纳集团叛乱 尤其是总统决定对乌克兰发动灾难性战争 可能会加速他的下台 出于这个原因 中国正在努力在俄罗斯建制派中培养联系网络 包括高级官员 将军和寡头 他试图确保 无论谁在普京之后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 中国都熟悉这个人 并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 在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中 唯一值得注意的空白是俄罗斯的民主反对派 再来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中国限制出口含有加合者的产品和材料 这些金属在半导体 5G基站和太阳能电池等领域至关重要 行业高管认为 这是对美国和其他国家 限制向中国销售高端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报复 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和清洁能源技术等领域 展开了技术主导权的竞争 美国表示 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措施 旨在阻止中国在国防或其他华盛顿认为 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发展 可能使其具备优势的技术 并鼓励其盟友采取类似措施 北京方面表示 这些措施旨在遏制中国的经济崛起 中国对两家美国国防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技术公司的分支机构 实施了制裁 并禁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公司 使用来自美国半导体制造商 美光科技的产品 中国商务部周一发布的简短声明称 该规定将于8月1日生效 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根据声明 两种金属的出口商如果希望将其出口至国外 需要申请许可并向商务部报告海外买家的详细信息 声明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这表明北京可能希望利用新规定 在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谈判中施加压力 这一宣布是在财政部长耶伦 前往中国与高级政府官员会晤之前发出的 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他也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前往中国 这一措施将对半导体行业产生直接的连锁反应 特别是高性能芯片方面 克里蒂卡尔矿物研究所董事会成员阿拉斯泰尔 尼尔表示 他在中国金属行业拥有近30年的经验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 中国的告示和者助材出口价值分别为3600万美元和5400万美元 但出口限制的影响可能更大 中国在包括加合者在内的许多关键原材料的全球生产 精炼和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金属是从新煤炭或铝土矿等商品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 而美国及其盟友依赖中国提供这些关键矿物 而中国则需要西方的技术 如光刻机来生产高性能芯片 再来看到这一时段其他要闻 日经亚洲 消息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扎尔达里驳斥了该国陷入与中国债务陷阱的担忧 扎尔达里在接受书面采访时表示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大部分援助都是以投资或软贷款的形式提供的 巴基斯坦最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一项工作人员层面的协议 提供30亿美元的救助 巴基斯坦约30%的外债由中国持有 主要是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支出 这是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彭博社消息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在智利北部建造一座价值2.9亿美元的里因级工厂 以获得该国里储量的战略通道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里储量 比亚迪于4月获得智利碳酸里优惠价格 新工厂将于2025年底开始生产因级用磷酸铁理 此举是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商通过资助采矿和加工项目 来确保未来原材料供应的趋势的一部分 台湾合同制造商富士康将投资2.5亿美元在越南北部的两家新工厂 其中一家将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 这些工厂将位于广宁省的一个工业园区 是富士康减少对iPhone组装依赖的努力的一部分 这座耗资2亿美元的工厂将生产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和其他电子元件 预计将于2025年一月完工 这座耗资4600万美元的工厂将生产模具和电信组件 预计将于2024年10月完工 此举正值富士康寻求业务多元化并扩展到电动汽车行业之际 朝鲜正在拼命寻求外汇来为其军事提供资金 来自外交官杂志 朝鲜当局已下令贸易官员收缴更多外汇 称该国的军事工业急需资金 一位中国消息人士透露 朝鲜驻华领事馆于6月中旬召集了贸易官员 只是他们筹集资金更积极地寻找海外投资者 领事馆特别提到最近未能将军用间谍卫星送入太空 并表示国防部门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准备第二次发射 鼓励贸易官员确定可以汇款或洗钱的合作者 即使他们不能直接在朝鲜投资 不停在这里 那么多杀礼工啊 我们把军事后还能够到这里 我们把军事都在一旦 要对你来的 对我来的 有什么 我来的